您能够想象您正在吃的牛肉面可能是上一个客人吃剩的吗 高雄一家知名的牛肉面店遭离职员工踢爆 居然回收店里吃剩的小菜和牛肉款 然后呢整理整理加工就并在一起卖给客人 爆料者还拍到了老板娘在厨房里面徒手抓菜 用抹布把吃过的盘子擦干净的画面真的是十分的恶心 不过店家澄清这些回收的菜肴是要自己吃的 绝对没有再卖给客人 离职员工把这段取名叫连阿鸡吃都害人的功夫的影片po上网 提爆高雄之下知名的牛肉面店 就把客人吃剩的小菜跟牛肉块回锅再卖 不会吧离职员工偷拍到老板跟老板娘在厨房里 直接用手抓起客人吃剩的小菜 然后再拼凑成一盘 老板娘还拿抹布把盘子边缘的油渍擦掉 离职员工大呼太恶行 说客人吃到别人的口水都不知道 还说老板会把回收的牛肉块丢进刚煮好的面里直接上桌 或是再煮成牛肉烩饭卖给客人 知名牛肉面店居然做出这种事 老板娘澄清说这些绝对不会拿给客人吃 不准就是每次来就是去外面就是待一个半个钟头 丢的也可惜嘛是不是 拿出去卖那是不可能 不可能一菜两卖 所以我们就说干脆这些菜拿来我们大家中午吃 晚上的话就晚上大家吃 老板娘说是离职员工侠愿报复 绝对没有端给客人吃 上午刚好是卫生局也来鸡茶 只劝导没开罚 这家在高雄知名的牛肉面店 每碗牛肉面卖八十元 平时生意超好 近来专间路客团生意 这回确有离职员工精棒 回收小菜跟牛肉块 再拿回去卖 真相还没查明 但已经让消费者心惊胆战 感谢观看